KPL输比赛的遮羞布被掀开 朱亨属实实太敢说了 AG拥有猫神是幸运的 终于一番话 格局拉满 真没有心底兄弟们 人家承认小当家很强就这么难吗 What 张大仙跟 AG相处一直很融洽 还曝光渲染变强的原因 触发AG专属罢 伴随着挑战者杯瑞士伦比赛结束 朱亨也是 发文直言挑战者的祝福挺好 毫不客气地说出 KPL队伍的遮羞布 这一次被狠狠地掀开了 因为以前数比赛都是把问题归咎于教练的BP上面 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玩家 就喜欢看教练上拜方采访席 不想听到他们把锅背起来 如今因为挑战者祝福 KPL队伍必然会出现烈士BP的情况 而传统强队则是能通过选手在局内的表现 成功把BP烈士7度过去 比如未尝一败的狼队 同时AG跟涛博是幸运的 因为他们都有老将兜底 哪怕烈士阵容也能靠临场应变赢下比赛 从这就不难看出 猫神的采访主打一个真诚 狼队选手的状态确实都要大于所有KPL队伍 因为我们在这次挑被瑞士伦 加上挑战者的顾局下 已经看到了超过20个小时的 越级挑战成功 那今天也是最后一场瑞士伦的比赛 看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 越级挑战首先是我觉得 KPL队伍是有一些轻敌的 就没有说用百分百的那个状态去面对比赛队伍 尤其是在第一局可能就碾压打掉之后 可能第二局第三局的状态会有所松懈 第二个就是这个规则确实很难挑战 就没有绝对的实力是很难挑战不过规则的 那你觉得在这个规则下 表现最好的队伍是谁呢 狼队吧 就狼队面对到挑战者的祝福的时候 用节奏就完美地度过了阵容的烈士期 然后BP烈士但是用节奏打出来了 然后中益的一番话格局拉满 打小当家并没有亲敌 承认别人强有那么难吗 之前因为AG抽中小当家笑了 有一些疑似XYG的粉丝进行过嘲讽 导致两家粉丝起了矛盾 其实张大仙跟AG相处一直很融洽 过节跟孟内婚礼都有互动 随后还曝光轩染变强的原因 AG选手只要哭过就能触发爆 期待下次中益哭一下 都没有亲敌兄弟们 人家承认小当家很强就这么难吗 小当家很强的 不是人家技高预复 虽然今天触发了AG的一个Bug 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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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虽然赛前的时候 打电风赛打着打着哭了 打着打着流眼泪了 比赛前一个小时流眼泪了兄弟们 莫名其妙打电风赛给自己打哭了 然后我们AG所有人 哭完以后都会变强 都会动物的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 他怎么打着打着哭了 我操 然后我问他怎么哭了 他没说话 然后我看他吵吵电风赛二年跪 知道吧 电风赛被人打二年跪了 然后比赛就乱三了 总的来说 KPL队伍还是太安逸了 没有升降级的危机感 平时也没有负重 去训练才会被挑战者祝福 搞得焦头烂额 至于轩然表现确实越来越好 这也就意味着一安很难回首发了 后续有可能会跟阿泽一样选择转会 要不然就是留下来竞争上岗 就像以前的笑意一样 直到坚持不下去 最后大家觉得 AG这次能进总决赛吗 有没有可能 拿到首个挑战者杯冠军呢